欢迎收睇《要财财经台》 继续地职场嫁劳之后 问必答的环节 新美的嘉宾 来自我们要财证券的事务总监郭思智先生 郭先生你好 你好 看看内地方面 半日市收了 先看看表现 上战指数升了4点收市 收报2289点 半日高位是2296点 仍然是受压2300点 护心300指数升4点 收报2464点 而深圳城指升16点 9291点 港股方面 恒生指数升145点 国企指数升75点 其指方面 高水45点 还有20351点 和郭先生略略谈一谈 内地方面的股市 昨天大家都打算开门红 打算有个不错的升幅 结果到头来 还要求低位收市 今天也好像没有太大的起色 内地方面 其实大家都在憧憬 什么时候减存款准备金率 那些人预期 2月初 等之前易回购的资金回笼之后 减存款准备金率的肤升 就会高一点 问一下郭先生你怎么看呢 我同意的 因为实际上来说 市场对资金的需求 仍然很大 易回购牵涉的3千多亿的资金 其实都是两个礼拜左右 钱一定要回回头 但是市场对资金的学购 始终仍在 很可能会加快了中央进一步 下调银行准备金的动作 其实每下调半个百分点 也意味着有4千亿的资金 插放出去市场 当然如果真的有这个措施出来的话 会刺激到A股 或者是一众的内银股都会受惠 可能也有个借口是进一步趋升的 也都解释得到 为什么港股的市 一直都是咬着2万038点左右的水平 就是不肯下去的意思 其实A股刚刚提到 一路受制在2千3百点 但在我的角度来说 最重要就是2千3百零七点 这个说了很多次 是去年10月24日的低位 现在这个指数距离2千3百零七点 其实不是很远的 二十几点 换句话来说 在一个形态上来说 它是属于咬着不放的格局 即是没有跌离 所谓跌离的意思 跌了七八十点 跌到离行离勒 我们叫跌离 它是没有跌离到 即是随时有少少的动作出来 很可能刺激到A股上证指数 又回到2千3百点上 当然能不能够进一步 上破近日的高位2千3百24点 就要看资金入市的态度 而资金入市的态度 也取决于政策 市场有个期望 也认为进一步下调银红 准备金的机会相对比较高 所以解释得到 这一阵由2千133点回升 上证指数 虽然暂时在高台有少少反复 但没有作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 或者不肯跌得太多 就是这样的理由 好 先听听家庭观众 张先生电话先 张先生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建材今天倒跌下去 就是说今天出了报告 那些水泥股有上升空间 好 你说的是大和方面 出了个大行报告 就是说上半年基建的预期就会加快 水泥股仍然有上升空间 但短期的波幅 经常听郭Sir说的一定有 是啊 事实上最重要大家要明白 这份报告当你和我看到的时间 可能已经是早前一个星期 或者十日前他们已经是写的了 一份报告一路搜集资料去写 到最后审查了 没有问题了 要出街了 过年这几天就放假了 到现在才回出来给大家看 可能他在写的时候 钢材股刚刚才开曝 或者不是钢材股 应该是水泥股的办法 刚才开曝 到我看到的时间 其实因为有个时差的问题了 现在你拿份报告会 又说水泥股会好 为何这两天反复呢 其实人家在写的时间 是刚刚起步的 最重要就是 好像3323这些建材股 其实来说 由7元我不要说 8.5元左右 已经有个起动的形态 其后突破了10天平均移动线 在市场气氛转好之下 它已经是急升上去 最高建的10.02毫米 如果由7.4元度上去 升了足足40多到50% 现在稍为高台的消化和整固 或者略为回套 是很正常很正常的 报告所说的是整个大气候 即是说 不代表 报告一出到来 股价立即会飞升 这个要搞清楚才行 暂时的股价 由于已经跌穿了 一个星期来的低位 即是9.4元 技术上来说 是处于一个 深厚的整固之中 由10.02毫米 开始的回落 是处于逐步逐步 回市一个技术的低位 这一分钟 是轻碰着10天平均移动线 一旦失手的话 下一个防守性据点 应该是8.8到9元 正在进行水平 到时你就可以考虑了 好吗 喂 昌市长 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有少少资金 我想买2628号 还是1398号 1939号 好 即是买内险的人寿好 还是买两只龙头的内银股 如果我要选 我想我会选中人寿 因为我看好今年A股的表现 最值得提的 中人寿首持有2000亿投资的A股 你可以想想 如果A股正如瘟总所说 是有政策扶持提振的话 不太多了 我就当A股能够最终 示范早前的高位2536点 上证指数 如果一旦可以到这一刻来说 我相信中人寿的高价 不单只会见23.8 可能会更加高 上一朝 上证指数由去年10月24日的低位 2307点 升到11月7日的高位2536点 中人寿由17元升到23.8 如果这一次去到2536 甚至会有个突破的话 我相信中人寿的高价应该回到24.5至25元 比较受惠于A股的回升 问题就是你看A股的走势是怎样 如果你看淡A股的话 当然暂时来说 我暗并不动 A股一跌 我不管你中人寿 建行公网全部都要跌 但如果A股向上走的话 老实说 直接受惠 或者最刺激的 都是中人寿 当然 建行和公网 亦都会受到气候上升所带动 尤其是存放准备金率 如果真的下调的话 资金是通过大银行去插放出去的 利息收入那方面当然会多了 所以解释得到 为什么公网和建行的股价 这些降龄鱼走势都是比较强悍的 三只股份都是我心爱的股份 但如果你资金得一注 不是太多 要买一只 受惠A股能够上升大洞的话 我会选中人寿 喂 喂 喂 他问多钱 其实来说 中人寿的这一阵 就由大概18.32 上到23.3.5 现在处于一个技术上的整股之中 我觉得最好是21.5到22 这个时候才可以考虑 事实上整个大市 虽然今天好像是咬住 不放不放 但经过2287点的上升 怎样都要回逃 如果2月初的大市能够轻轻再向下走 有利于走势又再呈現先低后高 当然暂时应该先等一等 好 看到势头好像都要向下走一阵 好 谢谢郭sir 多谢张小姐的电话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休想一半周 最后一节的问答环节 有想问郭sir的话 把握机会打电话来 电话号码2804-6566 你的地址是ask.bstrown.com 有时一会 稍后回来再谈